Hello 我們看看Solving Equation 有些グラフ的問題 現在它就告訴你 y等於x2-7x plus c 和y等於8x plus 10 其實就是分別 上面條式是這個比例 然後下面條式是這條線 然後它就問你一個Solution Solution即是這裡的intersection points 第一件事我們看看 譬如y等於8x plus 10 這個寫法其實就是一個什麼寫法呢 就是一個直線方程 直線方程就是y等於mx加 c 而最後這個數字就叫做y-intercept 所以這個y-intercept在這個情況下就是10 這一點的value of y就是10 所以這一點是0和10 好了 看看另一個intersection point 另一個intersection point在這個位置 我們怎樣知道這個intersection point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都可以第一條式 我們都必須要用完第一條式 沒有理由完全不用 那這個C是多少呢 這個第一條式的C 都是當x是0的時候 y等於的數值 所以都是一個y-intercept 那現在第一條式 其實y等於這個 我們可以寫成y等於x-2 x-5 乘在一起 那就是說當y是0的時候 x可以是2 可以是5 所以這一點就是x是5 5和0 所以答案就是c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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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我小青菜 也 Abby MR要轉